下面来关注我们的太空家园 17号的15点54分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天河核心舱完成了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是啊这个18点48分啊 这三位航天员顺利进驻了天河核心舱里头了 在空间占入住了第一页之后呢 昨天航天员按照计划陆续的安装各项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设施 同学我问你啊 如果你搬了新家以后你第一件事干嘛呀 肯定是装WiFi 你这还真跟我们宇航员想一块去了 宇航员们搬新家第一件事就是跟同学一样装WiFi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啊 这空间站里头装WiFi 咱们谁都别想去蹭网了 有点远 这个网啊估计真的是不好蹭 装好WiFi之后呢 宇航员们就能跟家人打电话了 也可以跟大伙来分享自己在太空生活里的经历了 一块去看看 昨天上午三名航天员在天河核心舱安装了事先带去的无线WiFi 之后会陆续安装必要的日常生活所需 以及进入到货运飞船 把事先带上去的一些物品运到核心舱进行安装 时间预计将持续一周左右 未来这一周呢我们叫做这个组合体的初期 主要就是要把这个家好好装修一下 把它的设施设备建得更完备一些 各类的信息通信啊 生活啊 包括餐饮啊 包括卫生设施啊 都要在这一周里头呢 在空间站逐渐好 此后 航天员们将正式开启他们为期三个月的太空生活 三名航天员在太空中的日常作息会是什么样呢 长期飞行以后呢 我们是实行的天地同步的作息制度 所以呢 我们每天早晨 就跟咱们在地面上班一样 他们也要早晨要跟地面定点的沟通 晚上也要跟地面沟通 所以呢 这个时间我们是要慢慢的要调整到 同步的一个作息的一个制度 此次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红波 需要载轨工作生活长达三个月 这也对三位航天员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个月啊 它是算长期的飞行 在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异常情况 突发的一些问题 对人的身心素质就要求就更高了 对它的知识技能也要求更高了 对空间站任务来讲 现在是一个舱两船 将来有三舱两船 那么庞大一个复杂的航天器 那么多的设备 它整个运转 航天员要对它进行运行的管理 对它的这种知识技能的要求 就正常情况下它也要大大的增加 它学很多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它要做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 那学科跨度也很大 它就不能是光一个方面的科学家 它要掌握很多很多的相关的一些科学的知识 它才能胜任 这太空里头的WiFi信号到底好不好 到底速度快不快呢 明天我们还继续来关注 宇航员们在太空的生活